开车上路总有人别车 为何很少有人别劳斯莱斯之类的豪车 生活中的确很少听到有人别劳斯莱斯之类的豪车 倒是有劳斯莱斯别他人的车 客观的来说 别劳斯莱斯的事件之所以少 是因为劳斯莱斯少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点 一旦别劳斯莱斯发生事故 往往都是爆炸性新闻 而这样的新闻特少 基本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别人之所以不敢别劳斯莱斯之类的豪车 那是因为有敬畏之心 此话怎讲 开车上路天天遇到十字路口 有些路口红绿灯时间特别长 好不容易绿灯了 您发现前面的车没动静 假如前面的车是下力 此时此刻您会怎么办 大部分的人会按喇叭 联系按喇叭 如果对方动作比较慢 您可能还会伸出头来几句很不友好的话 此时此刻您心烦意躁 一脚油门抄过去之后 您还会用恶狠狠的眼神 携视对方一眼 嘴里说着一些不友好的话 然后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那么问题来了 假如是劳斯莱斯挡在你前面呢 依旧还是十字路口 场景都是一样的 当绿灯亮起 前面的劳斯莱斯纹丝不动 此时此刻 您可能也会按喇叭 但未必是连续按 甚至您不会说脏话 后来 您一脚油门抄过劳斯莱斯 看别人的眼神 不是恶狠狠的 而是用一种羡慕的眼神看着别人 同样都是车 同样的场景 为什么差异化对待呢 其实这就是敬畏之心 因为有敬畏之心 就算劳斯莱斯插队 有时候未必敢动 我们会告诉自己 这可是非富即贵的主 万一碰了 我可惹不起 就算10%的责任 也够我喝一壶的 算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让他 这就是人性